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风格半点半 其实今年的春晚吧,说点实话啊 语言类的节目开始有两个盼望吧 第一个就是江坤和戴志诚这个相声 但是结果却非常让我失望 第二呢,就是沈腾的小品 这个小品确实演得非常不错啊 没有让我失望 那么为啥我这么说呢 一个失望又一个不失望呢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第一个事情啊 提起江坤和戴志诚这个相声 为啥说他是失望呢 非常让我失望 第一点呢,在形式上呢,是非常老套啊 用那个学方言这种形式来展示啊 叫走 那广东话叫 叫哈 就是行 三人行 必有我是哈 拐弯 拐 拐 广东人不叫拐 广东话叫 叫君 哦 转 叫君走 本来啊,语言类的节目啊 是通过这个把人逗乐 然后呢,把这个带在现实意义 这样那个剧本啊,在我看来啊,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而反观江坤和戴志诚这个相声来讲呢 你笑了吗 再或者说呀,你笑了几次 充其量啊,就算是通过学习方言 在方言当中,找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方言那个梗儿 别提啊,有任何形式上的一个创新 更没有啊,任何笑点可言吧 其实啊,在向上后半段啊,就成了一个说教位数 怎么说呢,就有点上网课的感觉 说教分量比较大 什么闭口音啦,什么开口音啦 其实作为讲课啊,这无口后非啊,讲的也是非常认真 就是说的不是很搞笑啊,不是非常有笑点 相声本身讲究是啥呀,说学逗畅 你说你江坤老师啊,愣是让我们去学习,去说教这一点 属实啊,在这个村晚当中不恰当,加入塑胶成分呢 你说我也不反对啊,在相声里面你说带有塑胶的成分也没啥毛病 但是这么大篇幅的去说,感觉确实不妥 毕竟啊,你现在不是给学生上课,对不对 毕竟你现在这么说,也不像是相声 相声啊,还是要以幽默搞笑为主 要以把大家都乐为主啊 所以说嘛,你的剧本是非常的关键 在上几期视频当中我也说过,江坤和这个搭档的问题 但里面我也进行抛弃了 为啥江坤和戴志成搭档以后 就没有拿得出像样的这个段子和作品来呢 就是因为梁总先生这个去世 没有一个好的剧本,好的编辑 这也要导致他后期的作品平平无常 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说一下 江坤呢,这个今天那个相声真的幽默没了 只剩下说教这个问题 而且呢,教育这个选题啊 也是非常小众 那么小了一点点啊 教大家学广东话 其实广东话这个梗呢 说不好听呢,都被大家已经说烂了 拥这个古文正字,拐弯也不叫拐 叫君,就是古文正字转 左转也不能说左转,要用古语法 君左 右转 君咬 喝水不叫喝,叫盐 吃饭不叫吃,叫塞 毫无任何意义的创新 这是非常非常让我失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啊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也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想法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不让我失望这个沈腾这个小品 不管呢,讽刺幽默还是现实的意义,确实啊,让我耳目一心 哎,你说现在的村晚呢,都说纵红难条 但是沈腾这个出现,如意啊,是让我继续在看村晚这个语言类的一个动力 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 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 多丢人呢,快想想办法 确实在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 是没有让我失望啊,先从这个剧本来讲呢 整个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听着非常舒服和这个顺畅啊 甚至啊,让我完全有耐心看下去 就是不知不觉的看完了嘛 也就是说玩博率相当高 本身呢,从选题来讲呢 欠债还钱,天经第一,无可厚非的 但是,你说现实生活当中啊 也往往存在很多欠钱不还的老赖 可以说啊,还能让我们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共鸣 其实啊,我也借过别人的钱 当你借出钱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对不对 但是当你要钱的时候,那各种理由的搪塞啊 想想啊,当时那些借我钱的人的嘴脸 和沈腾小品当中演绎的,简直如出一辙 也让我想起了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嘛 叫做,我凭本事借来的钱,干嘛要还你呢 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如果我上门去要钱的话 你假装生病,最后呢,实在闭起眼了 我说我要去告你,人家可倒好 钱财已经转移了 可以说一下子摆出一个死猪不怕开嘴烫的一个嘴脸 沈腾表演,简直是太形象了 所以说嘛,我这个小品我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本身小品的艺术形式呢,就是把社会的矛盾点 浓缩在这个几分钟,在舞台当中一个呈现 看了让人记住,而且呢看完以后 又让人呢,若有所思这种感觉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啊 就目前整个小品节来讲呢 除了以前那个赵本山每年我都是盼望以外 现在小品和原类的节目所盼望的 也只剩下了开心麻花这个团队了 你说什么这个沈腾啊,玛丽啊,长远了,艾伦了 他们等等啊,这些我都非常期盼的 你像这个老牌的一个演员呢 你比方说这个郭达了,蔡明了,还有潘长江 他们现在和这个开心麻花这个团队来讲呢 我感觉啊,只剩下了一个资格老的一个优势 没有任何的一个创新的优势 所以说嘛啊,我目前呢是比较看好沈腾 也是比较看好开心麻花这个团队 至于啊,贾玲和张小斐这个小品 怎么说呢,相对比这个沈腾啊 还有这个开心麻花的团队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当然了,这个语言里的节目真是纵口难调啊 都说啊,一百个人心目当中有一百个什么呀 哈姆雷特啊 那么通过刚才的描述你心里面有什么一个看法呢 你对这次春晚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呢 希望大家在下方共同讨论啊 我今天分合半点半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